大家好,我們這次主要探討幾個問題 10抽特價券值不值得用 12月究竟有什麼抽蛋彩池需要大家全入 牛頓Alpha這角色復刻,其實這個年代是否要抽呢 我們主要就是探討這幾個問題 在上一次的劉士,很多人都看到牛頓Alpha都濕透了 然後就很想抽,我們先拆解牛頓Alpha值不值得抽 在打天魔第四件的概念來說 其實很難相信他再開一隻比牛頓 但他能否再開一隻比牛頓,甚至像阿寶 其實是可以的 但這一瞬間你能否看到,當然你也能看到 就算暗影大人的Alpha也好 事實上他都比牛頓好和好比牛頓的存在 所以惹來一眾的玩家就在想,其實我不是應該為了第四件而抽回牛頓 因為第四件很多人都苦手 其實在天魔之沽城這十件來說 只有第四件都還在用這兩隻角色 而這兩隻角色是期間限定的 而講到期間限定以外的角色,其實他們的好打程度都低於那兩隻 所以有很多人都很懸念牛頓Alpha 在我的角度來說,其實我從來都不建議別人抽回舊 就算牛頓Alpha是四件最強的戰鬥力 就算他之後開多一些新寵 然後都不能夠取代牛頓Alpha 我本人認為不抽回舊的最大原因是 牛頓Alpha旁邊的角色其實不太吸引 整體來說整個彩池的直播率不高 這才是關鍵 先講神龍Alpha 神龍Alpha其實在這個年代一定不吸引 因為他是作為一隻超炮打炮的角色 你拿一隻路西法,簡單一個圈就傳畫面 再加上友情打落弱點到三倍攻的狀態 然後白雲打落又是三倍攻的狀態 那你聖劍不吭啦都等於路西法的傷害狀態 那你的神龍Alpha除了好J之外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其他因素在裡面 所以神龍Alpha在這個年代是不需要的產物 或者是叫Outday了,是兩年前的物體 而另外一隻,馬爾大Alpha 你會在這個年代還有機會看到馬爾大Alpha的存在 那是正常的,因為馬爾大Alpha在當時來說 其實他是設計得最全面的角色 他主要玩的是狀態異常抵力M 然後他自己爆技會令自己 進入狀態異常抵力M的兩倍加成狀態 這個是非常之有用的東西 而且他還有一個差技的富有情 可以給兄弟差技 這個我們在打天魔的時候,早年的情況 即是在未出聖劍或浮屍之前 其實打8件都是受他的幫助很大的 但為什麼我會說現在不算太吸引呢? 主要是因為有新的光癇Kurimutra出了 Kurimutra出了之後,他的SS短縮彈超強版 是射中一次減3CD 然後馬爾大現在還是減2CD 其實就是因為Kurimutra的友情出現了 這個世界選了減3 只不然減2的理論上也不會太吸引 我會對於馬爾大Alpha會立即扣分 不覺得是一隻很需要這個年代入手的角色 當然他又不是特別差勁 他也是在這個年代中可以用的角色 但他的存在不是為了打人 他的存在最主要是為了幫兄弟差技 然後到牛頓Alpha 真的用來打4件專用 但其實這隻角色的存在是非常專門化的 他是一隻沒有友情輸出 只是單純體狀的物體 事實上怪物彈珠開一隻這麼專門的角色之後 究竟他之後可不可以再開 或者會不會再想開一關 接到一隻這麼專門的角色呢 在我和怪物彈珠打了近十年交道的狀況下 我就是很少看到這個情況 所以這是我個人覺得 不是很划算的狀態 當然你說你有怨念打4件 真的很巧合 即是一隻阿布都找不到出來 一隻牛頓都沒有 然後你用的選擇就非常絕望 例如你開堂手李依又不夠 然後乾神又不夠 一隊比較好打的阿寶與牛頓以外的選擇都不齊 那確實牛頓Alpha對於你來說 是有足夠的魅力 是需要抽到的 順便說一下 第四件暫時 其實如果你說期間限定以外的角色 打起第四件上來都算多好打的選擇 那就只有開堂手李依和乾神 如果一隻牛頓或一隻阿寶都動用不到 然後你的四件真的很苦惱 或者你完全沒有戰友 總之你搞不定 如果你真的要抽 我也明白 只能夠祝福你抽的時候 可以早點看到 但其實我自己本人是不推薦抽夠東西的 然後到下一個 其實12月究竟有什麼抽蛋要等大家抽呢 用往年做紀錄是最簡單的 首先先看2022年 2022年第一件事有什麼想吸你 第一個 激獸神祭開身限 上年是浮士德 浮士德當時出的時候 是幫人解決了白鑑的煩惱 在浮士德出之前 白鑑是非常非常難打的 但當浮士德出之後 白鑑是落性很多的 當然 今年會不會有一些關卡是很需要這隻限定 其實是未必的 但它可以開一隻厲害的限定 它可以開一隻真獸神化 給你去未來使用 看怪物彈珠怎樣去定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12月激獸神祭是會開新限 這個激獸神祭都是可以用這個特價券去抽 不過我自己是不會抽的 其二有些什麼呢 就是去年12月月中的時候 就開了合作 是聖誕Alpha合作 這套在去年來計算 你說是不是很厲害 我回答你拉姆是厲害的 即是去年年尾抽完 今年大概玩了半年 它是最實用的那隻 你說沒有它是否生存不到 又好像不是的 不過通常你很多人都是合作玩家 看到合作就瘋狂玩 所以對於合作玩家來說 一定是磨拳賊獎合作 但是12月的合作 是不能夠用這個抽蛋券的 到年尾的活動 年尾的活動才是最大的關鍵 尤其是大悔日 即是29、30、31至1號 我們先說大悔日 有哪個坡是非常值得抽 或者基本上都抽硬 就是2022上下半這個坡 如果是今年就要開一個2023上下半版 這個採前是最值得抽的 原因是它將採前整體中獎的六星寵 收窄在今年半年做一個Cutoff的狀態 然後你說剛剛說的激獸新限 之前推出的新島白蟲、江限庫尼摩朵 甚至之前推出的激獸、超獸奇倫 都是放在這兩個坡裡面 這個坡合共100石上下半 你一定要抽上半才再抽下半 通常都是下半比上半級人 但如果你說上半都很多限定是沒有的話 那你都一定是對你有價值 所以這個基本上100石就預了給硬 然後另外那些初卻 甚至是Alpha確定抽 甚至是兩回All Star 甚至是激獸大富日限定 這些通常都不給的 尤其是初卻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初卻很值得給的 其實初卻不關你的事 當你問得抽不抽初卻的玩家 你是不可能抽初卻的 有限定排出的初卻 這個抽蛋是不會被問 是否應該抽這個坡的人 完全不會 原因是因為什麼 你問得這條問題 即是你都不是玩了很久 你不是玩了很久 你一個帳戶的課金重持有率 甚至是限定持有率 你根本未必有七成 甚至沒有八成 你沒有七八九成 即是初卻不是手到拿來十拿九溫的狀態下 你抽初卻和大海撈針 其實不是很大分別 所以初卻都不是給一些 所謂的中手去抽的東西 也不是給我去抽 就算我打完所有內容 但其實我都是把四個帳戶合起來 計算才打完所有內容 如果我把四個帳戶分散 我都不會有一個帳戶 做到七成八成的課金重持有率 所以我都是不會抽初卻的 那Alpha一看我更加不想抽 因為Alpha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不用得的角色 那你想賭中 例如你想要的牛頓Alpha 那那個成數就太小了 那這些更加不小 那31號那些 什麼All Star那些 簡直是瘋了 抽下去簡直是自殺 那這個就是大副日抽蛋 那這個也是要預一百石 就是上下半的 那到最後最重要的抽蛋採持 就是當然是新春超售限 那上年就是出白雲 以上年來計算 有很多人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現在都拿一隻飛環滾得這麼開心 飛環這麼厲害 我為什麼需要拿一隻新限滾下去呢 那上年說這句話的人 今年就馬上被人噴裂了 因為飛環急速地急流涌退了 今年玩的是友情One Punch 他每年開一隻新春限 其實他會為新春限設計一系列的環境 去令到你的新春限實用化 那你不抽他或者你沒有他的話 你這一年就像吃手手一樣 簡單來說今年白雲 在未出路西法之前 你有沒有一隻這樣的角色 可以像新春限 好像白雲一樣 一電,那隻BOSS就會死 你拆東西可以這麼快 沒有的 而說今年的白雲強度 就算不是說電那一下 而是說進化那個 憑著他的體狀力 你都看到你去到現在還拿來錄 而你說如果1月1日你抽不到的話 那你每個月都有合作 每個月都有抽的狀態下 你怎樣可以在中間這些空隙補回 去抽一隻新春限呢 其實是非常之難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說 新春限最理想的狀況 或者基本上你必須要在1月1日抽中 而1月1日除了你會抽到新春限之外 就是1月1日 他這個超瘦神寨是特別的 就是你10抽會有一堆物件跌出來 那這些新手經常都說很缺的物件 譬如是魔法棒 鬥苗 兩元 金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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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堆東西其實都會在年尾中 你10抽的時候他會有機會給你 事實上我們這些玩得久的老屁股 你會經常見到我們這兩元爆得不手軟 魔法棒不斷悶 那我們主要肯為我們 在1月1日的時候一定是盡力狂抽的超獸 然後就會出了很多的物件回來 令到我們那一年 就是有這個足夠的數量的物件可以去燒 如果你抽得少或者你不抽的 那你就沒有物件 那你就缺物件 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往年12月 他推出的東西 那你預算今年他都會跟回同一件事 那在這個位置我就做一個簡單的 summarize 為什麼我認為10抽特價券是不應該用 甚至是不需要用 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你有沒有看到好的東西 是會特價給你呢 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而他可以特價給你 那究竟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而這些特價券只用到12月15日 其實他只不過是鼓勵你消費 而有些人說 喂不是喔 我抽到10抽真的便宜了 真的便宜了 你要想清楚一件事 就算你願意課金也好 你的袋裏面就是少了40石 就是少了40石 你的袋裏面是少了82石 就是少了82石 你是不是無限金錢去填呢 你是不是無限的石頭拿去填那條數 第二就是牛頓Alpha 值不值得抽回 如果你真的需要打四件 是真的搞不定 甚至你能夠動用的角色 都一隻牛頓都搞不定 即使你連問朋友都拿不到一隻牛頓 那這個時候 你去抽我覺得是情有可原的 但我個人是不推介你抽舊的東西 縱使五條五副師復刻的時候 外面街上說他很厲害也好 我當時也是不推介任何一個人抽 事實上你會見到發生什麼事 當你復刻給你抽的時候 他真的有強勢嗎 不會的 少了復刻之後 很多人在說 曉美艷HOMO HOMO 說拿來打不可思議 轉過頭突然就彈了一隻蒙大奶出來 你需要用HOMO HOMO嗎 又不需要 那其實復刻給你抽 究竟那隻東西是否這麼吸引 我數來都不覺得是 那當然牛頓Alpha經歷了兩年 都仍然沒有人取代 這是另一件事 但我還是不推介別人抽舊的 最後一個 12月究竟放了什麼給大家抽 一張圖看完 今年你都會預算他給你抽 就是這麼簡單 今次的影片到此為止 記得按讚支持一下 另外最好就訂閱支持一下我 多謝各位收看 掰掰